来关心各大报的头条焦点 中国时报的头条一样也是报道 知名美食作家韩良璐 昨天因为罹患了子宫体肉癌而病逝的消息 自由时报是报道 艺人余小凡在中国被诈骗集团骗走了积蓄 大约有新台币4000多万元 而联合报的头条则是 国民党立委廖正景 昨天在立法院总质询 要求军公教要加薪3% 以来带动民间企业加薪 不过行政院长毛治国并没有做出正面回应 另外由于2号晚间 两岸已经就M503新航路的争议 达成初步共识 新航路现阶段占不实施 毛治国强调 这样的结果行政院虽不满意 但是勉强接受 而总统府方面也回应 不慎满意免于接受 行政院长毛治国三号到立法院被询 不过台联立委霸占主席台 手持标语 抗议中国是非M503航路 杯葛四分钟后 经过立法院长王金平协调 表示已经要求相关部会 到委员会专案报告 台联立委才结束杯葛 由于M503新航路争议 两岸已经在2号晚间达成初步共识 原本M503航路距海峡中线最近约7.8公里 经过协商陆方同意西移 让航路实际飞行距离海峡中线 最近19公里 立委直询的焦点也锁定在这件事情上 能够改变他3月5号要实施 已经往西移了19公里了 这个我们要给你肯定 他们的战机不会 他的活动范围战机活动范围 不会进入这个区域 毛治国强调行政院虽然不满意 但是勉强接受这样的结果 不过台联立委持续批评 政府太过软弱 应该要硬起来 你有没有以前当兵的时候 有没有听过兵不厌诈这句话 跟委员报告 我想基本上他的这些做法 都要在国际间 都要发布他们的这个通报的 在这一次谈之前 对方的战机 事实上是会进入到 现在他说他将来不会 不会来活动的 这个民航机的航线范围 毛治国强调M503可以更西移更好 但是中方有自己的考量 只能勉强先接受这样的结果 对于此一谈判结果 总统府简单回应 强调不胜满意 免以接受 记者陈嘉欣 谢其温 台北报道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